2013年1月27日清晨,中国国际太极拳网设置人员来到北京市东城区花梗胡同。 在名为《易径小站四合院》内,见到了正在拍摄微电影《祖孙晴》的杨氏太极拳传人崔仲三·崔老师。 当时的室外温度只有零下6度,但崔仲三老师不畏严寒,认认真真的拍摄每一个镜头。 着实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位工作人员。 当接受中国国际太极拳网采访时,崔老师说。 这是一个电视短片,题目就是祖孙晴。 内容非常简单,就是祖父从机场接回了在美国出生的一个中国的小孩。 那么祖父住的是一个四合院。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,祖父要教给他很多中国传统的文化,包括了书法、品茶、还有太极拳。 其实通过这个短片,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的传统的建筑介绍给了世界。 那么其实我们平常看到的电视剧,那么呈现在大家面前的都是一个完整的剧情。 但是真的,排一个镜头非常之难,不只是一遍,甚至是十几遍,才能达到满意的一个结果。 所以通过这次的拍摄也非常的有幸,因为他宣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,宣传了中国的武术和中国的太极拳。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场,有很多默默无闻的台后的工作者,像这些布景的工作人员,像这些电工等等等等,他们都在默默无闻地工作了。 这是一个团队,所以一个好的作品的出现,是一个团队的结晶。 其实在这里的我们也想到了,中国的太极拳,中国的武术,几百年的历史,是历代人的心血,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。 同时,崔老师通过中国国际太极拳网,向大家质疑中国农历春节的问号。 十年将至,那么作为一个太极拳的传人,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,阳世太极拳的传人。 在这里,我祝全世界的阳世太极拳的爱好者,在新的一年,身体健康,享受太极,让我们享受太极拳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和欢乐。 而且我也希望太极拳的朋友们,在新的一年,拳击大增,身体健康,何家团圆。谢谢各位。 祖孙情剧组,接受本网采访时说道。 我们最初想让孙子和爷爷学什么呢,一开始想过一些什么书法啊,喝茶啊,可能最后都变成一点点小细节。 最后还是把这个主要放在太极拳上,因为太极拳这个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符号。 我们之前选崔老师也是因为崔老师名气比较响亮了,他在太极拳这个行业内也是比较有威望的,也没想到崔老师能答应得这么爽快。 对,然后崔老师能加入我们合作,还是跟我们片子增加很大的一个戏份呢,崔老师加入我们片子之后,也给我们增加了一定的那个份,假如你说找一个不会演戏的演员过来演这个太极拳,那肯定是演不像的。 所以崔老师本身那个一朝一世,包括那每句台词,我们听起来都是非常有底气的,气非常足,不需要就太多的调整。 所以崔老师能参与这个片子,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高兴。 据作表示,此影片将在春节前在陕西电视台进行播出,届时希望广大太极拳爱好者千万不要错过。